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Jocelyn 经过持续近一年的强监管政策后 中南海又高调提出共同富裕口号 要搞社会财富三次分配 被质疑是抢钱 当局随之推出新的监管政策 特别是加强对教培等行业及娱乐圈多领域的管制 更开始舆论造势深刻变革 一时间第二次文革来临之事令国际哗然 国内人心惶惶 不过中共当局未料连番行动受到体制内外的反弹 连日来,官方以不同方式不但对国内也对国外紧急灭火 这场看似荒诞的闹剧的走向令人关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熙在受访时表示 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 那就是将财富进行再分配 若过于倚重债分配 则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 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 刘尚熙说 历史告诉我们 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 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更直指 从历史上可以看到 反对历史经济的最大力量 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 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干预 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 消灭了企业家 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香港知名建制派地产商施永青 在自己旗下报章撰文说 自己一些商界朋友 为北京的新概念大吃一惊 担心中共政府今后推出更多 共产未到重的政策 这只会使在大陆做生意 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中共国务院参设魏嘉宁 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 首先要反国企垄断和行政垄断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8月17日 习近平特别召开会议 高调推共同富裕计划 要搞三次分配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 更多回报社会 官方强调 不是强制的 但不断有舆论称 北京推动的共同富裕 是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 财富重分配计划 就是抢钱计划 结果是一大帮富豪怕了 很快主动捐了巨款作为保护费 比如今年上半年获利900亿的 腾讯公司表态捐出500亿元 阿里巴巴也承诺向慈善事业 投资1000亿元 还宣布在浙江设立200亿发展基金 听多多在公布第二季财报之时 宣布投入100亿元 百亿农严专项资金 资深传媒人刘靖图在港媒撰文指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后 中国科技的巨额捐献来得很不寻常 甚至被形容四交保护费 但交了之后仍要继续受监管 而随着近日赵薇被封杀事件 当局整肃进一步深入娱乐圈 及背后资本链 自2020年底起 中共推行对网络金融 电商 轿车平台 补轿 网游等行业的一连串监管措施 以令业界一片哀鸣 国内外投资者如逢大劫 高盛估计 此波整顿让全球中企的市值 蒸发3兆美元 如按前述专家们的断言 北戴河会议后 当局公开要手动达至共同富裕 恐怕只是党国权贵 没入谋财之法 或显示中共经济金融危机将真正到来 到时可能除了党国权贵早已转移到敌国的天量财产 并被有逃亡通道 由于变相封国而逃不掉的大小富豪 恐一夜变穷 普通民众更难 共同富裕风起之际 本身是大陆昨网携手的李光满 在自媒体发的文章8月29日 突然被官媒集体转发 称中共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 当中除了炮轰娱乐圈 特别点名要对蚂蚁滴滴等等 大买办资本集团进行清理整治 8月30日举行的中共深改委 第21次会议则进一步强调行业监管 有关反垄断监管的战略就涉及共同富裕 表述为建构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这说明中共的行业监管 就是以共同富裕为名的 抢夺民间财富计划铺路 向来为党叼盘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9月2日罕见发文批评李光满误判和误导 被质疑间接灭火 而微信一度阻止大陆网民分享胡锡进的文章 也同时隐没搜索结果中的李光满账号 之后李光满再写一篇自我吹捧的帖子 9月3日被下架 显示官方自己都对事件的后效应胆胆涂涂 中共面对不但有国内 还有来自国外的质疑 情况迫使当局不得不做出回应 9月4日 中共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出席福贸会 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的时候发表讲话 表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性开放 中共副总理刘鹤 9月6日也在中国国际数字 数位经济博览会视讯致辞时表示 官方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方针未变 将来也不会改变 9月8日官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声称 监管并非针对特定行业企业 官方对民营经济对外开放态度不变 而文章未在如以往提到共同富裕 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市场秩序 中共官方强力整治娱乐圈 也已引发韩国业界疑虑 更出现转移他国发展的声音 中国驻韩大使馆8日傍晚对此说 有关行动完全针对所谓有备良俗 有违法律的言行 不影响中国与他国交流 另外针对美国专家认为 中共官方近来一连串监管举措 恐加剧市场风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日声称 中方此举是多国惯常做法 他声称越来越多国际法人和业界人士 表达了理解与支持 但汪文斌没有说明是哪些国家有此做法 也没有说明谁表示支持 汪文斌并强调 对外开放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一如既往为外国投资者赴中国投资新业提供更好保障 中共官方密集表态 明显是为此前在国内的折腾行动引发的负面效应灭火 对外则还有辩解之意 但当局难以解释的是 为何抛出共同富裕计划后 李光满在自媒体发的充满文革色彩的鼓动变革文章 会突然被官媒集体转发呢 在党管媒体的中国 这当然是中共高层的刻意安排 日益加剧的行业整肃风及抢夺民间财富行动 或与中共二十大前内斗紧张局势有关 是习近平为自己在明年二十大上的连任清场推出的强硬政策 但这无疑是重创自身的欺商权 恶果已逐步呈现 民营企业倒闭 内资外逃 外资撤离 股市暴跌 接下来中国经济将进一步下滑 失业潮涌 民生凋零 其实现任中共高层的人格和价值观 都是在文革那个混乱时代养成的 难以改变的红卫兵思维会变相使中国重回毛时代的计划经济路线 最终把全国民众再次搞穷或者更惨 除非政权倒台 否则中共仍会在废墟上宣传其党伟大光荣正确 本文由时事评论员岳山提供 本次的新社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